本期视频由房大师特约播出 加拿大最大华人找房买房平台 找房就上房大师 大家好 欢迎收看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由蒙特利尔地产经济杨洋 跟大家聊一聊 蒙特利尔11月份房产表现如何 11月份房市整体如何 我们先从大蒙地区看 大蒙地区独立屋成交量 2020年的11月份是2761套 同比增长了31% 环比比上个月是降了8% 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大蒙地区独立屋中间指导价 43万5 同比增长了23% 环比1%的增长 我们再看一下蒙特利尔岛 蒙特利尔岛独立屋成交量是547套 同比增长了23% 环比是降了11% 独立屋中间指导价同比增长了21% 环比也是微增长1% 我们看一下公寓的情况 大蒙地区的公寓成交量 同比增长了31% 环比却下降了4% 现有房源量大蒙地区的公寓在2020年11月份同比增长了14% 环比的话是减少了2% 公寓的中间指导价在大蒙地区的为31万6同比增长9% 环比的话是跌了2% 那同时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蒙特利尔岛的公寓现有房源量是4670套 比2019年11月份的2983套增长了57% 比2020年的10月份4689套基本上持平 公寓的中间指导价在蒙特利尔岛上为40万 比2019年11月份的36万增长了11% 比2020年10月份39万会增长3% 那还有一些朋友也比较感兴趣Plex的过来问我 那小型投资物业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大蒙地区2到5单位的小型投资物业成交量是603套 比去年这个时候的话是增长了34% 比上个月呢降了6% 小型投资物业的现有房源量是1983套 比去年增长了7% 环比呢上个月只是增长1% 小型投资物业的中间指导价位是63万 比去年这个时候呢增长了9% 环比的话呢基本持平 看一下蒙特利尔岛上的小型投资物业 成交量369套 比去年这个时候增长了21% 环比是减少了6% 现有房源量1286套 同比的话增长了16% 环比的话微增长3% 小型投资物业中间指导价呢 71万5% 同比增长了16% 环比也是微增长2% 对11月份的市场有什么亲身感受 就我个人经历来讲 我有几个客人我们是一直在跟踪啊 买房卖房 11月份的话呢 比较好是有一个145万的房子卖掉了 在市场上经过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成立成交了 那还有呢就是感觉卖家较价还是第一市场价 那如果卖家较价的话第一市场价呢 就会引起市场上的multi offer 大家抢 这个月呢我们是跟了几个客户 有一个是40几万房 还有70几万的 还有个是100多万的 这几个买房的人呢 因为可能自己买房的心态也不一样 有刚需的 也有投资的 所以呢 抢房的时候呢 他们所加价的百分比有的是有限的 那如果是自住房的话 加的就比较多 那基本上四五个offer 七八个offer我们都有建的 抢的话 有三个不同价位的客人抢房 我们都是没有抢到的 有一个比较好的是 叫价114万5 我们出到125万 我们没有抢到 还有一个是叫价70万的 我们出到72万5 也是没有抢到 还有一个客人就是 39万9的一个小型投资物业 但是因为房子需要做很多装修 我们出到43万5 没有抢到 当然了 还有很多 我们也有成交了的房子 市场上呢 有一个现象 就是明显的到11月下旬 贷款收紧 自从汇丰银行出了0.99利率以后 其他各个银行 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 但是呢 据我们跟贷款经济的沟通商来讲的话 那贷款经济说 在今年大概10月份之前 还是比较容易贷款的 但是呢 进入11月份之后 就明显的银行收紧了一些政策 查得更紧了 放款更小心了 我们都有神通感受的 自住买家和投资买家 谁抢offer比较凶 我感觉买房作为自住房的买家来说 如果是multi offer情况下 他们愿意出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去拿到这个房子 因为这是他们的刚需嘛 那同样呢 如果是投资者来讲的话 他们抱着投资的心态 所以呢 可能我的钱不投在房子这里 我可以有其他的方向可以去投 我也和几个大客户聊过 他们持有几套百万以上的房子的 他们讲呢 就是说可能这个钱可以作为其他投资 如果不投在房产上来说 目前公寓市场如何 蒙特利尔公寓市场呢 就如我们的数据分析所看到的 因为有一些心盘在交房 应该说是一大部分人 从公寓搬到独立屋 甚至还有一些呢 出租公寓的 租客要回国 或者是租客搬到其他地方 然后房子就被控制 所以呢 在公寓来讲 公寓的租金也是在往下走的 就是在疫情前呢 如果在蒙特利尔市中心 2015年到现在的 算新建公寓吧 租金呢 一时一厅的话 基本上可以租到 1500到1600之间 还是不包车位的 那如果说到 今年四五月份的话 基本上大概 1300到1500之间 那如果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可能就 11001200 如果有人要租 那房主都愿意去租的 所以这个呢 也是影响公寓市场的 一个比较大的一点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